哥伦比亚大学4月29日开始将无视警告 不愿离开抗议营地的挺巴勒斯坦示威学生停学 30日凌晨 抗议人士凌晨列队走过曼哈顿校区 打破了古典文学系与哥伦比亚学院所在地的汉密尔顿大楼窗户 占据了该栋建筑 现场抗议人士高喊揭露撤资 我们不会停止 我们不会休息 要求校方和支持以色列的企业断绝往来 抗议人士表示 计划占据汉密尔顿大楼 以纪念死于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的6岁女孩辛德 和所有死于战争暴力的巴勒斯坦人 哥伦比亚大学当天发表声明称 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学生将被开除 沃尔玛4月30日宣布 因运营成本不断上升 以及具有挑战性的报销环境 将关闭其在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等5个州的51家健康诊所 及其远程医疗服务业务 沃尔玛在2019年首次推出其健康中心 位于沃尔玛超市旁 中心提供一系列服务 包括医疗、牙科和行为健康护理 沃尔玛尚未确定每个中心的关闭日期 但他们表示 一旦做出决定 将尽快分享这些详细消息 公司表示 现在将把其健康业务重点 放在美国近4600家药店 和3000多家市力中心上 沃尔玛的药店最近已扩大服务范围 提供检测和治疗服务 获取专业药物 药物治疗管理和各种健康筛查 该公司还在其市力中心推出了新功能 包括使用增强现实的虚拟世代功能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评价上网计划即将结束 该计划于2021年底启动 为美国各地符合条件的家庭 提供每月30美元的互联网服务 及100美元的购买电脑一次性折扣 由于该计划的资金现已用完 最后的款项将在5月份作为部分福利发放 此后该计划将不复存在 根据2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 加州近300万户家庭参加了该计划 2月7日起已不再接受新的申请 这项重要的计划结束之际 一些互联网公司正在提高价格 上周AT-T的一些客户被告知 从6月9日开始 每月的价格将上涨5美元 据白宫称 路易斯安那州预计将受到最广泛的影响 因为该州大约30%的家庭 参加了该计划 加拿大政府4月29日宣布调整其移民政策 自4月30日起全面暂停自雇人士项目的申请 同时对创业签证项目申请数量作出限制 加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部长米勒表示 自雇人士项目的申请数量较多 目前处理时间已经增至4年以上 当局限须专注于处理积压的申请 在暂停期间移民部门将继续清理积压申请 并评估如何改革完善该申请项目 加拿大的自雇人士项目主要为文化艺术 娱乐、体育等领域的人才提供移民途径 加政府同时宣布对创业签证项目做出完善 鼓励指定的风险投资公司 天使投资团体和企业孵化员重点关注最具前景的提案 为此 加官方每年接受处理的永久居留移民申请数量 将限制在每个指定机构不超过10家初创企业 另一方面 加政府宣布 允许国际留学生每周在校外兼职打工超过20小时的临时政策 将在4月30日结束且不予延长 从今年秋季开始 加政府将会把国际留学生在校外工作的时长限制 设为每周不超过24小时 不过 留学生在寒暑假期间的工作将不受时长限制 上述移民申请限制措施均从4月30日起生效 计划持续至2026年底 筹划持续至2027年底